我要講語農我們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這三家公司 對於台灣的投資人 或對於台灣的金融市場 最好的方法 這學生那麼爛你知道嗎 觀眾朋友 你是校長 你要幹嘛 不是幫他們叫起來 抱團變好學生 不是 是開除你知道嗎 趕快下市 離開資本市場 不要佔用台灣散戶的餘光 跟資本的 閒置資本的資本力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這三家公司給下市 而不是拍手 三個壞學生站在一起 終於要變好學生了 沒有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我們剛剛從大K講的邏輯 因為我們看到中國市場 現在進入一個高元期 成長性不在 存量很大 增量沒有 美國 德國 日本 是不僅沒有增量 存量隨著補貼 節省 開始市場規模也縮小 全球唯一最大增量的 就在地廣人稀的印度 相對 因為印度相對於越南 是地廣人稀 可是觀眾朋友 印度的太陽能產品 90.4% 是用大陸產品 台灣在哪邊 台灣在這邊1.4% 台灣只能搞南向 越南 馬來西亞 可是觀眾朋友我們也知道 因為事實上馬來西亞 或遠遠 因為馬來西亞分三個地區 從馬來半島到馬來西亞 基本上是地霞人稠 發展太陽能 就跟台北市發展太陽能一樣 很困難 所以整個台灣太陽能產業 面臨到一個被滅絕的壓力 滅絕前辦了一個告別式 我要請教羽農做觀察 從這一次 台北股市最末段 開始走到太陽能產業 可是三合一當中 真的是力多嗎 被所有的財經媒體 都大聲喊讚 讚不出來 我覺得這新聞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 標題都是什麼 台灣的太陽能拒破誕生 其實如果說我們換一個角度 來做觀察 我不曉得寫這個新聞的記者 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如果說 從全球的一個角度來做觀察 其實剛剛世光那張圖形 講說我們出口到印度 只有1.4% 對 你三間合在一起 也不會超過1.4% 都在1.4%以內 這哪裡來叫做拒破 也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大家 其實投資朋友在看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覺得說我們必須要 比較中觀的來看 因為其實這一次 就算說三間公司去做合併 台灣大概今年上半年的 這個電池模組這個產能 大概就是39億瓦 那其實基本上 中國大陸是367萬瓦 367億萬瓦 大概我們的產能 只有它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說其實合併起來 這個中效 成本能不能降低 我們不曉得 好 另外再從整個全球這個 因為目前既然 我們這個產量沒有 只要存量之間這個廝殺的話 剛剛大哥也點到 然後中國大陸都是賺錢 如果說真的大陸在殺價競爭 大陸會殺輸我們嗎 他們有很多的獲利可以 很多子彈可以來做一個殺價 他們有很大的一個靠山 所以我為什麼講這個例子 關於威盛從600多塊跌下來 30塊叫你賣 你會覺得賣低了 可是威盛最後跌到什麼 跌到4塊7 觀眾朋友 你能想像嗎 600塊跌到30塊 跌到40塊 叫你賣 你不賣 最後跌到4塊錢 它可以再跌掉10分之9 從600塊先跌掉10分之9 再從10分之9 再跌掉10分之9 您的財富是被開根號兩次 我們就算我們的財富 開平方 開利方 可是常常被一些錯誤的訊息 跟對大環境的不理解 你的財富被開根號 它不是減相 不是除號 是開根號 官朋友 開根號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很醜的數字 我們小學都不會 因為太痛苦了 所以最好不會 可是你的財富正在被開根號 投資太陽能在台灣 就是等著被開根號 官朋友 上次被開根號一次 這一次開根號的第二次機會 四隔六年又要來了 這次可能會更慘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在想 一個產業 如果說它是有發展前 比如像半導體 我們講到半導體 因為可能手機 或者是電動車 有增量 不斷的有增量 往上去做一個增長 那就算了 但是其實太陽能這個部分 其實惹到一個麻煩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2018年整個全球的太陽能狀況 確定是不會很好 為什麼 第一個 整個產能最大中國大陸 它因為補貼的減少 目前可以看到 這補貼一減少的話 其實就會產生這個所謂 對 就是殺價競爭 量可能不會掉 指的是產值 產值 這個產業的產值可能會掉很快 所以太陽能會普及 官朋友說太陽能會普及的背景是 太陽能發電會便宜到一種 很離譜的境界 官朋友 你知道這個邏輯 台灣現在假如是小英政府 推的是對的 太陽能的發電成本 會比核電來得低 代表太陽能設備的成本 會低到難以想像的地步 假如你是認同這個方法 我們回來看 你是豬頭 你會去投資太陽能產業嗎 它的報價會想像恐怖的低 那你去買它 這不是等著財富被耕耗嗎 官朋友 你不要等財富被耕耗 你把錢捐給世光 捐給袁老師 發展哲學都好 你知道嗎 不要隨便開耕耗 一定被開耕耗 而且開不只一次 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先看太陽能這個價格 目前已經跌到 大概每萬瓦 大概是0.3美元以下 其實這個不斷是往下降 當然我認同其實太陽能 這個它會越來越普及 但是它價格 不斷往下降的一個過程 它會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之前大家講得很好 你有很多的擴展 比如說這樣 就是講矽晶圓來講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矽的這個材料 明年為什麼會供過欲求 因為其實非常重要說 因為這幾年 因為矽在過去太陽能 崩盤的過程中 它並沒有太多的擴展 結果價格開始反彈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好 開始做一個擴展 到了2018年 大概會有11.5萬噸的 一個產能會開出來 比如像中國 東方希望有1.5萬噸 保利諧星4萬噸 通威5萬噸 這個產能一開出來 對於價格會有嚴重的 一個所謂一個打壓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不管說這三間合在一起 一個是多精細 單精細 那其實對於他們的這個成本 或他們的報價 毛利率來講 我覺得說其實不會有太大幫助 好 觀眾朋友說 我們特別注意到 因為當然這幾天消息還會延燒 因為很多人上車 可是觀眾朋友要特別留意 因為我們剛剛先從財報做觀察 我們舉了預金光可乘為例 到底這個產業有沒有機會 其實太陽能產業 世光不是專家 可是講財報 世光覺得很有自信 你從財報做觀察 從資本支出 從新流量 其實現在三家公司的合併 可能只是一個悲劇的開端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注意到 台北股市雖然越漲越高 可是最近投資很多股票 你會覺得怎麼錢 反而越難獲利 這個風險要特別留意 因為畢竟上次套牢在1萬點的 等了27年才解套 觀眾朋友 上次套牢在1萬點的 等了27年 你人生有幾個27年 世光才經歷過第一個27年 正在往第27年的一半邁進 可是不幸被套牢一次 你的對於我來講 人生的三分之二就度過了 所以這一次太陽能的合併案 後面要特別小心投資的風險